大家好,这里就是塑料河批评书 今天最大的消息是来自于中国的邻居缅甸 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的太上皇 缅甸的慈旭爱后 昂山素季和他的儿皇帝总统被军方给带进去了 理由当然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之前没多久跟美国同时举行的一个叫做缅甸的选举 严重的舞弊 这个东西说起来很有意思 缅甸是个小国家 然后我相信我的听众 我们在海外外一些华人对这个东西也对国家小 我们没什么兴趣 去管他干嘛是 他男程一跑屎跟我们也没啥关系 但是问题是他涉及到选举的舞弊 这个东西跟美国有关 更有趣的是有好几个因素 你错过在一块你跟我说说 你听我跟你说说 你就知道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水深的呢 首先第一缅甸的选举的时间跟美国是同一时间 都是在去年的11月份 缅甸稍后晚几天 美国是11月3号 对吧 第二两个选举 一个大国一个小国都设限选举的舞弊 是吧 第三 这个缅甸的军方 决定就把这个昂山素季这个人给拿下了 知道吧 还有总统也给拿下了 你知道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们因为在美国我们这些年 不是这些年 这些天从11月份就喊破嗓子 是吧 这个军方你要行动 美国的军方要行动 美国的选举都搞成这样的 你还不行动 你还假不假是搞什么程序 搞民主限制 民主制度 制度你妈 是不是 你人都没有诚信的 你什么选举 什么制度啊 什么制度再好的制度 那也就需要人来推动 人来执行 人都难成一跑屎 你还制度 是吧 你的水平都堕落的 跟中国的工资差不多了 你还制度 制度你妈 是不是 这个话道理很简单 这个任何一个民主 一个文明的社会 它首先 它有一些基础的条件 你说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我的频道 反复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有信仰 你说人类社会 你说摩西世界 它要求人类社会 按照哪些规则 它哪一条都不复杂 都简单的不得了 你说不可谋杀 那就不能杀人呗 不可以不可谋杀呗 不可谋杀这个词 它有多复杂 那是不是不能杀人 还有就是不可作假的 见证就是不能撒谎呗 人们不能撒谎 撒谎的会被雷劈呗 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不撒谎这个东西 它有多复杂 还需要多大的知识分子去解释 去建立一套漂亮的理论 完了以后 然后搞出一部宏大的思想史 那不撒谎就是不撒谎 很简单就像人家一等于二一样的 就这么简单 你说一家一等于二 它有多复杂 怪不得今天美国说一家一可以等于十一 哎呦呗不得了的事情 你说还有什么不要贪念别人的财产 就是不要贪污呗 不要腐败呗 你说它这多复杂 它不复杂 人类生活它是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常识 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基础上 这个道理是放置四海而皆准 就像科学的前提是什么呀 是科学是宇宙洪荒 地球什么那么整个宇宙体系 它存在一个物理的第一推动力 是不是 你我们开汽车知道汽车一定要烧油的 你发动机你引擎不转 没有油 你引擎没有动力 你汽车怎么跑 你把其他的轮胎 把这个变速箱 是吧 把这个方向盘 把那个里面的各种配置 搞得天花烂坠 结果你发动机不转 那你有什么用呢 你说是不是 那人类物理学就是这个道理 你人类生活里再有物理 物理再科学科学 你搞来搞去 如果人类如果宇宙没有能源的话 没有低推动力的话 它不动你 你你事情怎么能新鲜玩意干嘛 是 那数学也是 你数学 你把数学搞的已经就复杂 不能再复杂了 你说是不是 哎呦 今天的数学 那高等数学都是小意思了 还有很多我们这些数学 数学菜鸟不行的事情 但是你再好的数学 你再伟大 再繁复的 再深奥的数学 你都要尊重 都是从一加一等一开始的 如果一加一等一二 那你其他的数学 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社会的一个国家的秩序 也是这样子的 你的民主制度 你设计的再漂亮 你选举制度设计的再精美 你的宪法写的再漂亮 可是你每个人都变成一刨屎了 撒谎不脸红 哎 撒谎还是个智慧 是不是 中国的毛泽东的副主席 林彪就这么讲的呀 不撒谎 办不成大事了 是不是 共产党就一不谎言时 你搞不懂吗 你今天的美国就变成民主党 就是靠撒谎机器 知道吧 他撒谎 不仅你嘴巴撒谎 人撒谎 他还靠机器来帮你撒谎 就是科技 高科技谎言 你说这种东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人类社会 它就这样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 人微言轻啊 讲的都是 而且你讲的都是最简单的常识啊 那些看上去很有学 那精英呢 他就死活就不成 今天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你美国人都难了 有一半的人 由于多半人尤其是他一阵 可都难透了 是不是 你美国都明显的选举的谎言 你军方还在那里 假不假设 维护这个制度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说缅甸的事情 跟美国的事情特别像呢 就是缅甸的军方动起来了 那美国的军方 到底动没动呢 是不是 如果没动的话 那我就只能得出一个阶段了 就是你美国的军方 其实你还不如缅甸的军方嘛 对吧 你只有动起来才有道理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很复杂 那第四个特点 你知道的是什么吗 很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这个推特 现在叫推特勒嘛 是不是 封杀川普总统的账号 念这个白宫的漂亮的女发言人的 这个一个账号 就都被封杀了 然后第二天注册个新的 马上又被封杀了 你说这都耍流氓 耍到什么程度啊 是不是 这推特勒呀 搞得这个其他的都已经是 玩不下去了呀 是不是 你现在这个有几个国家 已经开始对这个 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纯种就是数字集权 开始要挑战了 澳大利亚就是个例子吧 澳大利亚现在跟Google公司 跟推特跟脸书都在谈啊 搞不好就要把他们要 就要停了 不让他们干了 你伤害到一个国家的国体了 伤害到一个国家的人类的 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心灵了 伤害到灵魂了 你知道吗 那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推特这个东西 它有个东西跟缅甸有关的 你想了起来吧 就是推特的那个老板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多西啊 多西 就多西这个人 他每年他要跑到缅甸 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家 他要叫什么 应该叫修佛吧 就做禅吧 说缅甸这边有一个什么佛 禅宗的人民 一个密宗 你看他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我告诉你缅甸 你想想他这么大一个人物 这么有钱 在全世界这么有话语权 还有这个美元 你说他跑到缅甸 其实他能不跟昂山素季 跟这帮高官 这帮垃圾政客在一块勾兑勾兑吗 我凭着我的直觉 我没证据啊 我就觉得这个缅甸军方 就把这个昂山素季 这个这个货子抓起来 那绝对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就看这个多西 没事就跑到缅甸 缅甸在那里 假不假是修密宗 没好事 我跟你说 美国出现如此巨大的 公开的羞辱 人类的起码的心智的舞弊 那一定在缅甸也如假包困 如假包困的也推动过 我告诉你 那绝对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说 所以你很多很多个事情 那第五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缅甸有一个 德国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么一个货子 什么我们这两天 我们说诺贝尔和平奖 已经乱成一炮狗屎了 你说是吧 那昂山素季就是和和平奖的获得者 昂山素季在获得和平奖之前 是在我们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读书人的眼里 那是一个英雄式的存在 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结果她当了这个太阳皇 当了这个慈禧太后以后 打压也能自由 这个是抓捕反对者 没少搞坏事 以至于海呀 国际法庭都要通缉她 要审判她 要抓她 你说她算个什么东西吗 你说是不是 我们有时候 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事情 我就想骂 骂什么 骂读书人 骂读书人 我就想骂自己 那我就是个读书人 是吧 假不假是公知 所以我为什么 我对自己是痛彻心扉 我看着我就恶心 真的不骗你 我说别人 我有好多个朋友 他们现在还把昂山素季捧成一个神似的 那我也不肯定去骂她是不是 抬头不见低头见 就即便是以这辈子不见面 想起的过去才一起喝酒泡溜 是不是 吹牛逼的日子 还是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在背后 我在这个油管上 我在节目里面说他们的坏话 有一天他没有是听到了呢 那还不是说我骂我不仗义 说我不够朋友 说我是不是神经错了 我骂他们干嘛 那我骂自个儿行吗 我骂自个儿行吗 你说这个昂山素季这种人 他就是这样和平奖的活得者 现在跟舞弊有关系 跟选与的舞弊有关系 你说这个和平奖 他到底讲个什么东西呢 讲个什么人呢 是不是 这就是最起码的 你可以反对 你可以抗议 你可以抵制 你可以表现出你的英雄的主义的一面 但是你还是一个撒谎的高手 就这么简单 你背领了圣经实际的最基本的一条 你不能撒谎 不能做假见证 你连人对的所谓的伦理道德的 道德伦理的底线里都洞穿了 那美国今天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美国为什么让人这么挫火呢 你我为什么这么愤怒呢 就是说你美国号称是个民主自由的灯塔 你结果你他妈的你谎言 这个东西你都搞不定 如此明显的舞弊 你都搞不定 你说你还有什么搞头呢 你说我搞什么搞 干脆垮台算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开始从过去热爱美国 就开始转变成什么 就是赞美美国 不是就热爱美国转变成 就就诅咒美国 所以有人说 这个最好和这个人过去都是 是是美分党啊 是不是 从美国从美国这个国家拿钱的呀 现在变成在骂美国了呀 就是我这个是不是 怎么是不是神经错了呢 首先第一 我没有拿美国一分钱啊 当然我现在拿 我现在做油管的 我做节目 美国也有广告费 我拿了钱 那这跟美国政府 跟美国的那些什么的民主基金会 没有毛关系 我是做工的得工家 我每天做这个节目 我找不出几个人比我更勤奋 当然也有了 有很多人比我勤奋的 至少从我个人来讲 我已经做到勤奋的 极大话了 我每天做三期节目 真的对着一个镜头 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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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挺不容易的 关键是你一天要做三期 你得有话说 第二是完了以后 你得每天说 一定365天 我去年就一天没更新 我记得啊 苏老师居然没更新 我告诉你 那天是因为我登了一场重感冒 哎呀 怎么个感冒法呢 就是我住的地方 来了几个中国的朋友 那个时候正是在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闹得这个什么武汉肺炎 闹得很凶的时候 我一开始以为我得了武汉肺炎 结果就是一个重感冒 就是个流感 但是前所谓的严重 一点劲都没有 一点劲都没有 真的就 就但是我就这种情况下 我还每天坚持更新 那时候做一一天做一期节目 然后有一天实在是吃不下了 我就吃不下了 我就有一天没更新 那是去年一年啊 就这么一天 我就不信有几个人 像我这么勤奋 做工的得工价 所以我去年收入不错 感谢大家 所以你就想 把说也扯远了 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批评美国 批评美国是因为爱美国 就是我批评中国 我也爱中国 为什么爱中国 因为中国是我的父母之邦 是不是 我老娘还在中国还活着呢 是不是 而且我们都是从那里长大的人 你再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有基督信仰的人 你再你说你这个世界 和其上的情绪都要过去 我有意义 我的话语是永远长存 你再说的这句话 你因为你是个人 你有沉重的肉身 对吧 你就会有一种相仇 这个是挥之不去的 只是告诉自己 就是你的相仇不要太过头了 就是你比如说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不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国家 捧成一个偶像 那中国有缺点 你当然要批评的 中国文化 中国这个国家 中国人那些人 他有缺点 你因为爱他 所以你恨他 是不是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的道理 还有就是你那个村里面 你从那个村里面 或者是你从那个小镇上 或者是一个城市出来的人 完了以后你恼了以后 你一定要一锦还乡 你已经还什么乡呢 是不是 最坑你的就是老乡 你还不 你为什么恼了要跑回去呢 你已经还什么乡呢 那里的人都已经都已经 嗝的差不多 你回去谁会认识你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这都是叫做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意识 该批评的有批评的 该赞美的就赞美 就是这样 不要装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一样 我因为喜欢美国 美国当然美国 美国教会有很多个东西 美国有很多个东西 都是从从那里出来的 是吧 美国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创建国的历史 当然包括美国的民情秩序 包括美国基督信仰 包括包括美国的制度设计 我都很喜欢 是不是 所以当然要批评他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说了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假设 如果这个美国的军方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真的动起来的话 还就那么眼睁睁的 就为了维护应该所谓的 民主宪政的秩序 宪法的秩序 就活生生的 就就就就就就看着美国的 这个谎言 就堆得跟成山似的 就没有人动 军队也不动 川普也不动 对吧 还有这个谁 民兵也不动 还有那些 马嘎的那些 普通老百姓 你们也不动 那那你说还得说什么呢 那你活该啊 是不是 那不是活该吗 那你以后就就接受谎言的统治 接受推特的统治啊 接受奥巴马的统治啊 你说是不是你看奥巴马也是德国诺贝尔和平奖的 哎那我今天这个昂山似的事出来以后 有人马上就晒出这个奥巴马 哎呦跟这个昂山似记抱在一块亲热的样子 你说这两个祸子 他跟奥巴马都抱在一块亲嘴的人 你管他是男的是女的 就绝对没有一个好茬 都是坏东西 是吧 看上去很美 哎呀搞得奥巴马身材很好 个儿又高 是不是啊 那然后完了以后 又口肉全合啊 那昂山似乎年轻的是美女 瘦瘦的 是不是 五官长得还蛮清秀的 就看上去很美 你觉得你如果是没有基本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敏锐 没有常识打底的话 没有信仰打底的话 你很容易被这帮家伙带到沟里面去 哎你觉得这个很好啊 我个人看上去很不错啊 什么都是为了自由啊 都是为了人类 人类社会啊 都是为了都是要做世界公民啊 是不是没那么简单 人心真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就是这种看上去很漂亮的人 他看上去那里面是黑的 比什么比黑啊还黑啊 所以我就我就看着这个昂山素季啊 这个昂山素季在中间 是吧啊 完了以后呢 啊笑得很灿烂啊 奥巴马这边呢 手十指向扣 这个这个在左边 奥巴马在左边 跟这个啊 这个这个谁 昂山素季的右手是十指向扣是吧 然后这边呢啊 啊左右边呢就是这个啊 大名鼎鼎的那个西拉里啊 哦长得挺富台的啊 啊然后啊 然后笑得一根花儿子的 然后这个他的左手跟那昂山素季的右手十指向扣 你就这么三个东西 十指向扣 你搞在一块 你觉得这是 这这个照片 你觉得能有什么好事吗 是不是我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缅甸的这个军方绝对有实锤的证据 所以他们毫不客气 直接就把这个昂山素季跟他的总统就逮起来了 相反的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动啊 道理都没有动啊 我们再做期节目再谈 很多人说已经动起来了 我偏向你已经动起来了 只是这个什么啊 美国人呢 他因为是个大国嘛 是不是 他很容易就 如果军方动的话 很容易招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宪的问题 就是你你军队这个什么干政 这个东西缅甸不止一次了 之前也搞回来 所以别人会认为你是个非常低级的国家 因为你军队干涉政府嘛 军队干政嘛 是不是 军队帮派化或者军队党化嘛 这是比这是完全这个破坏宪法的 所以美国人也许有一盘更大的棋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